一位长相甜美 性格乖巧可爱的25岁华裔女孩 在中国七夕情人节奔赴千里和男友相会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旅行竟然是萨丹的约会 在经历了残忍的折磨后 她的生命被永远的定格在了25岁 大家好 我是老袁 今天我们讲一期 2024年中国七夕情人节 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华裔情查案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2024年8月10日 这天是周六 也是中国的传统七夕情人节 上午10点左右 西雅图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报警人称 莱克城奥林匹克山社区 一家居民的房子好像被水淹了 他上前敲门但无人用答案 只好报警求助 半个小时后警方到达了现场 被水淹的房子是一栋连排别墅 一共有四户人家 水镇从其中一户的门峰下不断流出 在路面上已经形成了积水 在敲门无果后 警方只能选择破门而入 当他们顺着水流出来的方向 来到浴室后 马上就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只见一名半楼的华人女子 呈蝴蝶状姿势 仰面躺在地上 她的脖子上覆着一个冰蛋 后脑勺下垫着一块冰 浑身上下布满了顿气伤痕 而且还撒满了一种颗粒状的物质 手臂肩膀和胸部上布满了干涸的血迹 移开冰带后 警方在她的喉咙处发现了一道伤口 而且在咽喉处还卡着一个白色的高尔夫球 这个高尔夫球的存在让人心生含义 很显然 这个可怜的女子不是简单的窒息 而是在经过了恶意的虐待之后才身亡的 法医的初步试检报告也指出 该女子身上的这些顿气伤痕 显示出她在生前遭受到了极大的痛苦 那么这个华裔女子是谁 她为什么会被如此残忍的对待呢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何素云 十年二十五岁 生活在夏威夷 她有一个十年二十六岁的华裔男友 名叫朱安迪 和她是高中同学 案发时定居在西雅图 2024年8月9日 中国七夕情人节前夕 何素云从夏威夷飞到西雅图 陪男友朱安迪过节 飞机一落地 何素云马上就给父母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到达 一切都很顺利 让他们不用担心 妈妈的声音满是关切 好 在那边玩得开心一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就给爸妈打电话 此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 这将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因为在不久之后 他们就会阴阳两格 下午五点左右 何素云和朱安迪 两人一起在超市里面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回到了朱安迪 位于莱克城奥林匹克山社区的公寓 晚上何素云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张他和男友的合照 并且还派有人说 和朱安迪在一起 感觉真的很幸福 照片中他笑得格外的灿烂 反过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然而在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 朱安迪却独自一个人离开了公寓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一位邻居发现朱安迪 夹在门缝下不断有水渗出 甚至于在路面上已经形成了积水 在敲门无人应答的情况下 这位邻居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没多久 警方派人赶到现场 就出现了我们在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警方现场发现的那具女士 正是25岁的何素云 此时浴室中 浴缸和洗手池的水龙头 都最大限度的打开着 公寓内的地板和楼梯 都被浸泡在了水里 警方询问现场的邻居们 是否听到过任何异常的响动 大家都说没有听到过 但是有邻居告诉警方说 当天早上朱安迪主动将附近 几户的垃圾桶和回收桶 都拉回来放在了车库对面 邻居认为这个行为很反常 因为在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而且这些垃圾桶 原本应该放在车库旁边 但是朱安迪都放错了 他将这些垃圾桶放在了车库对面 当时他也感觉很奇怪 但也没有太在意这事 法医现场初步的事件显示 何索云应该是先被扭断了脖子 然后又被按在浴缸的水中导致溺亡 警方将朱安迪列为了第一嫌疑人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知所终 于是警方就开始了对他的追踪 同时也对两人的社会背景做了调查 1998年8月13日 何索云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市 他是一名早产婴儿 母亲怀胎七个月的时候就把他生了下来 那个时候他们家境贫寒 据说在出生的时候都没有钱 让他去早产病房进行护理 为了改变家中的经济窘境 父亲在他五个月大的时候 就离家远赴美国打哄 母亲也不得不早出晚归外出工作 由于他是早产儿 身体比较弱 家里人对他都是呵护有加 一到冬天 只要是妈妈在家 就会抱着他不放手 妈妈用自己的体温 来给他提供额外的温暖 而年幼的哥哥何彤彤也非常懂事 家里一旦有好东西 总是先给他 2005年 父亲终于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他给一家人搬领了亲属移民 于是一家人在分开了七年之后 终于在美国得以团聚 到了美国之后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 何素云的父母 已然要忙碌的打工挣钱 他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伴两个孩子 这个时候只有七岁的何素云 人生低不仇 又不会英语 所以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 不过好在有哥哥的陪伴 他在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渐渐的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艰苦的生活让何素云懂事很早 适应美国的生活后 他就很少让父母操心了 特别是在上大学之后 他就没有再向家里面要过一分钱 甚至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他做兼职赚来的 大学毕业后 何素云在一家酒店的人力资源部工作 他的生活很自律 也很有分寸 从来不去夜店 也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 在朋友和同志的眼中 他阳光可爱 活巴爱笑 有礼貌 为人又慷慨善良 朋友过生日的时候 他会献上亲手做的蛋糕 或许是对自己出来美国时的 艰难适应期记忆犹新 他还会在闲暇的时候做义工 给不懂英文的新义民做翻译 朱安迪是何素云 在麦津林高中时的同学 出生在上海 十年二十六岁 上面也有一个哥哥 但是和何素云不同的是 朱安迪自小家中的经济条件 就非常优渥 他很早就跟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 一家四口长期住在夏威夷 高中的时候 朱安迪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是班上的学霸 平时为人处事也干脆果炼 几年前父母因为上了年纪 落叶归根就回到了中国 给兄弟两人留下了两套房产 一套在西雅图 一套在夏威夷 朱安迪大学毕业之后 就搬到了西雅图住 何素云和朱安迪两人在高中毕业后 就没有再联系过 一直到2024年3月初 两人才重新联系上 他们之间的交流也随之增多 到了3月底 朱安迪向何素云求爱 问他愿不愿意做自己的女朋友 开始的时候 何素云是拒绝的 因为两个人一个在夏威夷 一个在夏威夷 他对异地恋并不看好 可是朱安迪却没有放弃 每天都给何素云打电话聊天 寻找共同的兴趣 还有何素云喜欢的话题 于是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 一周之后 朱安迪暂次向何素云求爱 这一次何素云没有拒绝 求爱成功的朱安迪非常开心 他更是每天都会给何素云 打视频电话聊天 每次至少聊一个小时 并且很快的 朱安迪就不再满足视频聊天了 4月底的时候 他就来到夏威夷住了一个月 这段时间里 两个人是你浓我浓 如焦似锡 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 非常的恩爱 但是前面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就到了5月底 朱安迪飞回到了西雅图 临走前他问何素云 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去 但是因为何素云早就做好了 回国旅行一个月的计划 所以只能拒绝 6月底 何素云存中国度假归来 回到了美国 朱安迪再次邀请他去西雅图 可是何素云 刚刚休完一个月的长假 再向公司请假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虽然他也很想去找朱安迪 但实在没有办法 他只好再次婉拒 不过他同时也告诉朱安迪 8月10日是中国的七夕情人节 到那个时候 他会飞到西雅图和他相会 朱安迪非常开心 此外因为何素云的生日 是8月13日 所以朱安迪说 要在这个周末 提前给他过生日 一起庆祝一下 约定好日子之后 两个人在打视频电话时 总会讨论 怎么过这个情人节 也一直计划着 给何素云过生日时 到哪里去玩 在七夕节前一天 何素云就提前请了一天假 飞到了西雅图 可是任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第二天 何素云的生命就此定格 就在8月10日 警方将朱安迪 定为头号嫌疑人后 马上就调动了 所有的资源来追踪他 结果在第二天凌晨 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西北医学中心急诊室的一名护士 遭到了病人的骚扰和袭击 这位病人不但摸了他的胸部 还试图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往下拽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逮捕了这名男子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名男子 竟然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朱安迪 朱安迪当时的状态极其诡异 他脸色苍白 身情恍惚 感觉有点精神失常的迹象 警方调阅了他的就诊记录 发现他是被朋友 以精神病的名义送到医院的 朱安迪当天服装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出现了类似精神病的异常行为 朋友觉得他病情危急 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在警方的问信中 朱安迪交代了他记得的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他说自己可能杀了女友何素云 当天晚上他们两人 都吸食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自己处于迷幻状态 记不清具体的细节 他只是模糊的记得 那天晚上何素云的行为很是异常 他们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起了冲突 自己好像掐过何素云的脖子 还把他按到了浴缸里 后来稍微清醒一点时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伤害到了何素云 他记得何素云的鼻子好像出了很多血 他帮他擦掉了 然后把何素云去浴缸里面抱了出来 放在地板上 接下来他尝试了很多方法让他醒过来 甚至还撒了一些巴西美粉在他身上 还将一个类似高二幅球的东西塞进他的嘴里 用来固定他的下巴 最后甚至还给他的脖子扶上了冰蛋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太迟了 周安迪告诉警方 他不确认自己回忆的这些细节 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对于周安迪的说法 警方深表怀疑 周安迪称自己是尸首误杀 但法医的报告显示 何素云身上的多数的顿气伤痕 显然不是尸首那么简单 分明是在生前遭受到了残忍的虐待 至于那颗被塞进喉咙的高尔夫球 周安迪的解释更加的离谱 法医认为那颗高尔夫球 是被硬生生的塞进了蛇根 这完全不像是在救人 反而更像是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 而何素云身上的粉状物质 也不是什么巴西煤粉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 法医指出 这种粉末不仅无助于救人 反而可能在何素云的身上 引发化学灼伤 另外周安迪说 他和何素云两人都吸食了伪金品 但法医并没有在何素云的体内 找到任何使用过伪金品的痕迹 警方也没有在现场发现此类物品 这让周安迪关于自己失发时 神志不清等说法 显得格外的可疑 虽然周安迪有使用过伪金品的历史 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当时使用过 不能排除周安迪为了脱罪 在失发后故意吃了一些药 然后表现出了一些异常的行为 让朋友以精神病的名义 把他送到了医院 案发后有人爆料说 周安迪曾经有过一段婚事 后来因为前妻劈腿 他们两人分手离婚 也有人说 周安迪和前妻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经常有家暴行为 前妻不堪折磨 才选择和他分道扬镳 而周安迪之所以和何素云谈恋爱 主要是因为他长得很像周安迪的前妻 周安迪大概率是没有走出之前失败的感情 现在周安迪被指控一级谋杀罪和一级攻击罪 考虑到案件的暴力程度 法院将他的保释金定为了500万美元 虽然正式审判还没有到来 但是何素云的家人对案件的处理感到非常的焦虑 他们对周安迪的解释完全无法接受 对警方的调查进展也满是质疑 当他们谈到女儿时 心中的痛楚和愤怒都显而易见 何素云的母亲泪眼朦胧的说 我们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 希望这个案件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让法院能够给我们一个公平的判决 何素云的父亲则愤怒的说 专辑精神市场的说法简直让人无语 我们很害怕他会因为这种说辞而逃脱严厉的惩罚 我们希望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这个案件 确保凶手不会轻松的脱身 何素云的哥哥何彤彤说 事发后他和父母都非常的悲伤 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哭泣 让他更为难过的是 妹妹受伤害之后身体已经是面目全非 而且当听到专辑将妹妹的头 按进浴缸的水里时 他更是无比的气愤 因为妹妹最怕水 无法想象当时的妹妹有多么的恐慌 妹妹在离开夏威夷时笑容满面 他不应该以这样的结局收场 而更让何素云的家人无法接受的是 专辑的家人竟然在悲剧发生后 关心的只是房屋保险的问题 他们从来没有向何素云的家人 表示过任何的慰问或者是道歉 这种冷漠真的很让人心寒 纵观整个案件 何素云并没有做错什么 他只是单纯的相信了爱情 当他满怀期待 从夏威夷飞到西雅图时 他不会想到人性竟会如此之恶 也一定不会想到他年轻的生命就此定格 9月初 何素云的葬礼在夏威夷潭香山举行 他的家人和朋友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整个事件中除了何素云之外受伤害最深的还是他的父母双亲 这白法人送黑法人的那种生理死别 那种痛心疾首 用一页白头来形容真的一点都不会过 老元希望正义早日到来 希望法庭能对朱安敌作出应有的判决 也希望天堂里没有伤害 何素云一路走好 好了朋友们 到不近的世间奇艳说不完的离合心酸 我是老元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不见不散